很多网友会问猫咪犯错后能打吗? 猫咪犯错后是不可以打的,那么应该怎么做呢? 下面来说说正确的做法 一,要大声的斥责 当猫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时,要大声的斥责当场批评 一般猫会立马的停止行动 不是因为它听懂了,而是受了巨大的声音惊吓而停止了行为 如果反复这么做,猫就知道这么做的话就要被大声的斥责 因此就不会这样做了 二,绝对不能实行体罚 因为如果猫犯了错就打它的话会让它对主人产生恐惧感 胆小的猫咪还会变得自卑,而胆大的猫咪则会离家出走 三,耐心的教育 猫咪犯错不是一次就能教育好的 有些主人今天批评了,明天就听之认之了 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只会让猫咪认为昨天是主人生气了 所以才会训我 今天没有训我,看来我可以干这件事情 这样一来,你再教育它的时候就不管用了 四,当它表现很好时,充分的表扬也很重要 当它表现很好时,要大当的表扬它并且奖励它 虽然猫不能明白主人的话 但是它非常清楚斥责的声音和表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当猫被表扬时,它的心情也会变好 好,好,好,好 好,好,好,好